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我做抖音 得有个五六百个吧 我的初心就是让我儿子能听懂 我们的国家的栋梁是哪儿啊 中流底柱 底柱是哪里 还有这个顶梁柱是哪个 全是建筑文字 对不对 这些语文老师都解决不了 我用图解的方式画出来 就是他的理解记忆了 中国建筑有一根柱子的滑表 也有72根柱子的太和垫 它可以很单纯 也可以很宏大 看上去差不多 实际上千遍万化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的作品 就是从一个简单的到一个复杂的 各种不同的组合 代表很多中国建筑 我的粉丝群里面可能是 家长占一大部分吧 有个妈妈跟我说 通俗易懂 人家说孩子每天等着我的更新 在催更 在快乐中学习着中国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成就感是很大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